伴随着NBA这个休赛期即将过去,很多球队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制定计划,而新赛季的来临我们总会离不开一个话题就是退役,一代新人换旧人,这是一种不变的规律,CNBA理念也是如此。 随着新赛季的到来,作为一名老将洛维斯基已经确定了自己将要进行下赛季的比赛,这对于独行侠球迷来说就是一种幸福,因为这名老将陪伴了很多人的成长,他的精彩表演留在了很多人的记忆中,而在近期洛维斯基不可避免的谈到了退役问题。 他这样说,我感觉下赛季我要根据身体的具体情况做出相应的决定,在上赛季中我可以和别的球员一样,这也意味我还是处于健康的状态,所以下赛季比赛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的参加,希望打出一个非常好的赛季,也希望球队能打出一个好成绩,至于之后的事情,还是得看以后的身体状况。